医护人员忙进忙出 身着笨重的防护衣 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身躯 但他们还是坚守在岗位上 可以说是台湾的防疫英雄 感念他们的辛劳 高雄一家弱品厂商 祭出了医护人员的游会方案 心理上的压力 就疫情还没有大爆发 然后一直到爆发后 就是在工作上 就是精神上 工作上的压力都蛮大的 那其实他们也有 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就是说 想做这份工作 那就是尽量帮病人帮奥底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精神 也是非常感动 那希望也可以做一些什么这样子 只要来消费就打折 还送一包低基金 让他们补补身子 老板黄启阳的起心动念很简单 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小小力量 带给医护人员一点温暖 就是我们希望慰问 那透过这样子 可以补充体力的一个 因为基金它就是 比较浓缩的鸡汤 对那吸收比较容易 那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赠品 可以去帮他们加油打气 用暖心的一碗鸡汤 来慰绕医护人员的辛劳 身为医护代表的郭倩华 也表示真的忙翻了 收到来自社会的善意 心里也感到很感动 其实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国的医护人员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包括身心灵 其实都遭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其实有养好的免疫力 跟增加身体的抵抗力 这样的健康产品 其实我们医护人员都很喜爱 疫情还处在非常时期 医护人员的辛劳 大家都看在严厉 因此也希望民众能够多点体谅 一起渡过难关 记者邱建勋林嘉义高雄报道